就已經送了我兩本原子系統 這是錄影突發狀況 但是我們要繼續錄影 這就是主持人 阿倫你讓我尊重 所以我們今天要分享的是什麼?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美洲嗨一下 我是婉倫 我是謙涵 這是我第一次跟謙涵一起錄美洲嗨一下 對,我也是 你幹嘛那麼拘謹啊你 重點是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就是你有看過原子習慣嗎? 不就是細微改變能帶來成就的實證法則那一本嗎? 這是完了要寫的台詞其實我也沒看過 是因為說我身邊的朋友幾乎都好看 所以我覺得要了解一下 你身邊都是高品質的朋友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要公平嗎? 有錢人嗎? 沒有,他們就會建議我要看這本書 因為他們覺得我比較缺乏規劃習慣 然後已經有人就是已經送了我兩本原子習慣 哇靠,什麼漏了? 這是錄影突發狀況 但是我們要為求專業 我們要繼續錄影 這就是主持人 好的 你讓我respect 好,所以我們今天要分享的是什麼? 喔,我要分享的是有錢人的原子習慣啦 喔,標題黨耶 聽起來有點騙流量喔 到底有錢必備的是什麼啊? 跟人情事故有關嗎? 他說這個跟三種行為有關喔 現在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但對於我們一般上班族想要有錢要嘛要懂投胎 不然就是懂投資啊 我當初也這麼想 但是數字會說話 原來有錢人都這麼做的這個 作者Thomas Stanley 他就說啊 根據這個美國的數百萬淨資產的 厚亞郎抽樣一千多位 他說有83%是白手起家喔 有沒有嚇到? 而且就只有17% 不到是透過繼承 欸,那其實我們跟美國人的背景差不多嘛 基本 白手起家啊 沒有輸在起跑點上嘛 對啊 那就是說不定背景還會更好啊 有一些人如果原本就有房子 那是不是說不定台下 現在觀眾一堆有錢人 本來就有房子的 家裡就是要給你房子的那種 就比我們還要站在更前面的起跑點上 天啊,我好羨慕喔 但是太多了啦 那有錢人跟一般人最大的差異是什麼? 欸,根據這一本有錢人的原子習慣 答案呢就是態度跟行動 態度跟行動聽起來好像很簡單耶 就是越簡單越難做到啊 像是公司要戒掉珍珠奶茶 我今天看到大家在喝飲料 我看到他限動發說他不能再喝飲料 他一天兩杯 透支朋友 觀眾朋友你覺得這合理嗎? 我現在沒有 還這麼瘦 我現在不敢喝了 老大有禁令啊 老大說我們副總啦 對,所以現在不能喝了 我現在都看著他們喝 因為很爽耶 我也是不喝的那種 你沒看過我在螢幕上越來越瘦就是在減肥啦 對 減肥那集可以看我們以前的漢下 我沒有說 有,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還說了那麼多 所以到底是哪些習慣啊? 好,我就趕快來講清楚喔 就是動手做好財務規劃 談話多積極正向 以及閱讀新知 蛤?就這樣? 其實第一個其實就不用說了嘛 就記錄花費啊 你一定財務習慣啊 這些啊 所以基本的開始 那開始後呢 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就是說這個談話積極正面 其實是有根據的 欸,有一本書我看一下喔 有錢人的 有錢人的習慣跟你不一樣的作者說 只要有一個小時聽你講話 就會知道你未來的走向耶 哦,這麼神奇 所以說話的時候就可以反映一個人的 內在狀態跟心智嗎? 對,好像可以耶 好像可以耶 對,完了就在我背前就是透明的感覺 根據統計啊 這些厚雅郎偏好談論正向的價值觀 但是他說呢 薪水族是喜歡一般都是那種領錢的啦 沒有財富自由的啦 對對對,他說一般的 或再更下面一點的 更下面一點喜歡高坦酷 別人成功不會實踐啦 他說那更窮的人呢 哦,我知道 我喜歡說三道四啊 那個三姑六婆 有些人很喜歡就是 比如說什麼 你知道那個誰誰他怎麼賺的錢嗎? 因為他買的什麼什麼什麼 這種就是薪水族 但有些人是那種 賺那麼多不會是詐騙吧 那種就是窮酷的對不對 對對對 好清楚喔 所以有錢人是 就是會談論正向價值觀 而且他們說到就會去做的人 哇 對 所以說不定 你們現在就知道你們未來的樣子囉 所以照這個邏輯啊 想要成為一個偶錢人啊 你勢必就是不能說三道事 不可能 辦不到 要調整成 我可以 我應該 婉倫你好像平常就可以來練習一下 對 對,真的 蠻不容易 但 我可以 哇 你成功跨了一步了婉倫 好啦,講完前面兩個 剩下最後一個 就由我們的千孩來分享吧 閱讀新知 對 這個部分呢 就是現代啊 看電視啊 滑手機啊 是每個人都會有的習慣嘛 那在富翁習慣 有錢人每天的成功習慣 這本書裡面啊 他們研究表示 發現78%的窮人喜歡看真人秀 刺探別人的隱私 蛤? 滾我三不五時 三不五時都會看那個Netflix 還有鄉土劇 還有一些那種失散秀 那種超好看 其實我覺得你那個應該不算 哦,真的嗎? 因為他說的真人秀 感覺是那種 綜藝 然後是那種實境綜藝秀 然後就是 可是你看了Netflix 感覺就蠻有 黃魂的 也沒有啦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下台Netflix 哈哈 啊,重點不是這樣 黃魂很好看啊 而且第二部你主角很漂亮 是不是很好看 那你們看那個 Wednesday星期三 他之前一直安利我 但是我還是沒看 因為我還被下載Netflix 那不錯 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你喜歡看Netflix 沒錯,推劇推劇 但是其實有錢人只有6%會這樣 還是有有錢人這樣做啦 對,就是會看這些東西 但是大多數看電視啊 上網是不會超過一個小時的 67%的有錢人會把時間 花在有生產力的事情上面 哇,真的是 好優秀,尊重 下面有沒有這樣的人 趕快留言 我覺得應該沒有吧 嗯嗯嗯 哈哈,恭喜到觀眾朋友 趕快站出來 有誰會看我的節目嗎? 他可能看我們搞笑啊 應該是看了看節目 看我們頻道的人都是有錢人 因為他們就是看了我們的頻道 才會越來越有錢 所以記得訂閱 理財周刊 記得訂閱喔 也要幫我們影片按讚喔 所以呢如果你也把上網看電視的時間慢慢的縮小 這種微小的習慣呢 微小的改善能造成的變化是非常驚人的 每天進步1% 持續一年就會進步37倍喔 沒錯,就是1.01的365次方 習慣雖小力量無窮啊 好啦,所以大家都知道 有錢的三種原子習慣了嗎? 趕快一起學習吧 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週見 掰掰 下回再會 10點 每30分喔 就有一檔最新影音上架 你還在等什麼? 下個不好 就是你